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你这兄弟对他女朋友到底好不好 其实我刚开始感觉他们俩挺好的 在一起的时候 但包括这次回来 其实我来主要目的 也是希望他们俩能够和平分手 你也希望他们和平分手 我希望他们和平分手 以为你回来 你追回小丹 然后小丹还喜欢着你 但现在呢 现在是他一个人在闹脾气 我不希望你也跟着上来 你们俩人在一起说 我去哪了 我们俩还有联系过吗 陈宇 我们解决了 下次再说好不好 解决了吗 现在 王叔 那你来了 问题就出现 你能不能不要说了 王叔 我就想问问你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我现在不想问别的 我不想说别的 我就问你几个问题 知道今天来干什么吗 其实我今天 是不打算来 周同老师 但是 小丹也给我发信息 他告诉我 我不来 我不会后悔 有一个秘密 他还告诉我 我不知道 他没跟我说什么 我就想听听 到底是一个 怎么样的秘密 能让我兄弟 抛弃这么多年的感情 跟你 跟你半年的感情相换 王叔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王叔 我现在就告诉你 你们去年一起 做的那个项目 你得到消息 是亏了钱是吗 不信你自己问他 这个问题跟这有关系吗 到底亏没亏 你心里清楚 他明显在挑拨我们 我没有 你不要 我只想让王叔 他明白 他怎样的一个兄弟 你先别说话 你听我解释 你先告诉我 小丹说的是什么事 这个钱 项目的事 我自己都不知道 亏了赚了 他说 他怎么会知道 赚了亏了 我现在你是不回来钱了 没回来钱 就回来一次 回多少第一次 三十万 你给我多少 你给我十万块 陈宇 你就这么把我当兄弟的吗 这十万块钱 我只是暂时打给你 你不知道我钱从哪来的吗 十几万都是我借来的 我仅在那样钱 我都投给你 我相信你陈宇 你就这么对我是不是 我跟你讲 我没有想坑你的钱 能明白吗 我没有想坑你的 那你现在做的是什么 不是坑吗 好我跟你讲 钱我是打给你十万 是我的错 你没有错啊 我怎么错 你知道我打钱给你的前一秒 老王在我办公室怎么讲 我听说你兄弟玩术啊 最近天天到小三家里给人家煮东西吃 两人走得挺近的 小区阿姨都看着你们两个成双路对的走 你让我怎么想 你相信老王 你都不相信我是吗 我成了我 我为什么照顾小杰 你不知道吗 我成了我 但是是错了 但是我后一秒 我就马上想 我帮你换回思考一下 如果我是你 你会去照顾他吗 我心里真的很难受 我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后一秒就后悔了 你听得明白吗 后悔你有这么有理由吧 有数 真的我刚刚 我告诉你 你这样做 你就是在打我的脸 没有 我不是 我并不是真的想挑拨你们之间的关系 我只是想 你这还不是挑拨吗 我只是想我们三个现在关系变成这样 变成怎么样 就想把这一切解释清楚 别吵了行吗 你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够混乱 现在又扯上了经济 你是来告白 是说情感的问题 你跟我扯上经济的事干啥 吴老师我真的很气王硕 现在我不管你气不气 你现在就说情感的事 钱的事台下算 这是完美告白的舞台 不是经济论台 好吧 跟他的话 跟他的话 只限于情感之内 不说钱的事 听见了没有 接下来是小丹 对陈宇和王硕的告白时间 但是你要相信我真的是一死糊涂 我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要相信我 我们这么多年兄弟 我真的不会去看你的钱 不要说了 我真的把你拿到兄弟 你这么对我 这么错了 真的错了 你捏下 掌心的梦 你 远近 不要再说了 陈老师 钱的事 稍微 私下说 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 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话了 我不知道我们的关系 什么时候发展到现在 会争东西的时候 我想都想不到 我做梦都想不到 我想到了吗 为什么我会把钱给你 让你投资啊 别说了 我不就当时认识 你就说我要去创业吗 别说了 那个时候我家里没给我钱 咱俩想创业对吧 咱们两个一人提一个工具箱 跑天桥那去贴膜 结果人家到了网上 我们收摊的时候 跟我们说 土地费一百块钱 要不因为这次 你受伤了 住进院了 我还能 能发到信赞吗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认为你是很好的人 是我兄弟 但是你今天做事 你要怎么去弄 你知道我成语好面子 你也知道我成语爱吹牛 我成语这辈子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好朋友 但我是真把你当朋友 当兄弟 你曾说过一分明 别说了 我不想说 别说别说别说 以后就再说 我真的不想说 别说了 黄叔 钱的事情 我下了台 马上把你 把你剩下七万全部打过去 我给你这些钱的事 我就说过 有钱一块转 有事一块考 现在我不是再跟你三两 不要再说了 我不想再提了 你明白 我不会跟你三两 这些事情 是我对不起 我成语 在这里 给你道歉 我也不想 但是小丹如果说 他真的喜欢你 我可以吗 但是 我觉得换个谁都会去那么做的 而且我现在真的 我最后问你一次 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亲爱的 我当时不懂得 承奏是我的 不是你给的 不要自己 不得 如果说把爱情 比喻成是一扇门 顺序一定是开 关 开 关 它不可能是先关 再开 是不太可能的 而且 你不能老 开关 开关 这门会坏 所以说爱情这扇门 很奇妙 你说呢